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咱们一起进行商业插画的第18讲 这个是继续上一节课没有完成的作业 这幅画就是我这边又画了三十多分钟以后呈现出来的效果 就是稍微比上一个大家看到的要细致一些了 这种插画它就是在一遍一遍的叠加和进行在创作的过程中 是吧,然后能够细致入微的把它细节的地方再做足了 就这样一遍一遍的做,其实它做的会再多一些可能会更好一些 然后现在咱们再把这个羽毛的暗部,然后再进行这样的一个绘制 包括羽毛它相和地面接壤的地方和羽毛跟羽毛之间的地方也有这样的阴影 把它都画清楚以后就相对会很层次会很分明 这样的话它就像羽毛这种层层次感就是比较好了 这个也是一个稍微漫长一点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不过咱们今天给大家展示的主要就是这种方法跟技巧 让大家比较快速的能够下笔去画 对吧,像这些笔刷大家都可以在网上 都可以下载到 都是一些比如说喷溅笔刷啦 是吧,一些颓废啊,或者唯美啊,或者线条感的杀粒的 对吧,这都可以找到 就是类似于你想要什么样风格的笔刷 像画羽毛可能需要这种稍微斑驳一点的 如果你画儿童插画可能需要一些比较流畅一些的是吧 然后带着一点点这种顽皮的感觉的 装笔刷的时候可能也会比较多 这个就是如果常用的话 你画哪一张都是可以用这些笔刷 也有自己做笔刷的也非常快 做一些属于自己笔刷 这样的话咱们也可以在百度啊搜一下 如何去制作笔刷 咱们这个就不细讲了 咱们做做每画一层的时候最好在上面都啊 就是建一个新的涂层 不要在原来的这个画的基础上进行绘制 这样的话啊 他就不会就是降低这种啊 这个重新画或者是出问题的这样的一个概率 然后咱们现在就是画一下阴影 这个跟之前咱们讲的课程里面也有关于这个光源对吧 光源只要是他有光的地方 他一定会有影子 这个是一定要画的 如果影子画出来以后他在整个的这个画面上就会感觉非常好 特别的落地 然后让人感觉就是比较比较这个有这种真实的感觉 先就是比较深色的是吧 去描绘一下这个影子 然后可以用笔刷这种东西去啊 再给再给这个进行在模板上进行这样的擦拭 就是他就是在模板上是吧 进行不停的这样的啊 这样的笔刷的这种就这样的叠加擦 然后把它擦的比较虚化或者柔软一些 然后一会还可以在就是啊 给他进行这样的反反向再擦就是把它的比较白的地方再擦 擦出来一些阴影 这样就很自然了 他的影子的过度是吧 也比较自然 这个笔刷就是需要用一些比较就杀力感强一些的 他会把边缘虚化的比较多 画这种阴影也需要大家把这个光源的来源把它搞清楚 是吧 不能啊 你这个呃 画的东西 他是比如说左边是高光是吧 那他肯定是光源从左边来 你不能左边是高光 然后你把影子画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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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边 这就不对了 就画在左边对 包括他也可以调低一些透明度 这样的话他也不会显得这个阴影特别的黑特别的深 包括给他画的时候比如说啊在边缘的地方刚才用这个模板工具给他擦的有点太狠了 现在就是在用比如说啊用比较浅的颜色是吧 稍微再勾一勾这样的话 他影子的地方肯定是接近 比如说人站在那是吧 接近物体接近你脚的地方肯定最深 影子远的地方肯定会比较比较虚了是吧 也是这样的一个关系 这就教会大家如何去描绘一个物体让他去比较深入的去画对吧 很多同学都说他画的画深入不了 深入不了的话 他就需要像这种细节的地方多去观察 然后在观察过程中去实践深入是一种能力 所以说这个一定要去多练习是吧 然后多去观察一些更多层次的 他每一个东西他都不是特别简单的一个图层就能解决掉的 这样的话现在这个阴影已经差不多有一几有一些这种意思了 咱们在阴影的这个几个图层里面再把它合并一下 这样的话一会再修改的时候就可以把它统一的进行对吧 这样的一个边缘的虚化 然后进行跟他整体的一个再把它进行修改一下 咱们可以再根据啊这个阴影跟这个物体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呃 用光源关系 再把投影的地方那稍微用黑色的勾一勾这样的话 他就会更显得立体一些 画的过程也需要大家能够比较耐心的 然后去一点一点去磨他 像有的一般插画 啊都画七八个小时的都是 特别多 像连续画好几天的也有很多 所以说一些细节的地方就需要大家慢慢去推敲他 也不要着急 一开始大家也可以先去联摩一些插画 然后让你在整个的过程中是吧 你知道啊 这些 应该有的东西或者是你没有看出来的东西在联摩的过程中你就会发现很多的这样的小小的技巧 让你能够学到啊怎么去深入一幅画 比如说他画的一个小小鼻子是吧 或者是一个一个一个脸脸轮廓 你都会发现有很多很多的层次 也许你平常看的时候你根本不会觉得 就像这个阴影一样是吧 你看画了多少层了 他还是在不停的往上面在叠加 要看的话你可能就觉得他只是不过是一个阴影 现在在把一些比如说阴影会比较重了对吧 比较深一些 他需要把在羽毛的地方在稍微的再整理一下 因为你阴影他这个明暗或者是他的黑白灰关系 他已经很重 但其他地方也稍微要跟一下 要不这个整个这个画面他也稍微会不和谐 你之前画的 在这种稍微远一点的地方是吧 他羽毛画的稍微清楚了一些 你也需要然后让他图图的模糊一点 符合这种近视远虚的这样的一种规律 这样的话就不会有太多人 一直会从前面就很细致 一直到后面还很细致 他的注意力都会都会被带走 这样的话 咱们把后面虚化一些 这样的话他的注意力就不会一直都放在 这个画面的最后 其实咱们这个画面 他是前面的翅膀是一个比较重要的 这样的一个外轮廓就要展示出来 然后还有一个人物是吧 还是没有画 现在只是你要在大脑里面大概有这么一个 一种规划 或者是给他布局一定要有 像一些画一些小细节的地方 你可能觉得好像不是那么特别的重要 但其实每一个小细节最后加起来 那对整个画面的影响就是特别的重要了 如果这里也不是很清楚 那里也不是很清楚 所以画面肯定是就会比较糙一点 咱们就尽量的能够细致的去画每一个部位 而不能够说是比较草率的对待这个不重要的地方 这样的话 咱们在我在这边可以再精致一些 再画一下